上集 最旅宿在夏侶溫泉鄉一夜好眠後 早晨趕快先來吃個豐盛的早餐 再繼續我們在生龍道的行程吧 這集要帶大家逛逛高山市 大吃肥駝牛料理 還沒訂閱的趕快訂閱最旅宿 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有別於一般飯店的早餐 館內準備的是日本傳統定食 菜色都是選用當季精心挑選的食材 搭配熱騰騰的月光米 讓每一道菜色顯得更加美味 第二天也是享用館內所準備的早餐 每日菜色都會做出不同的變化 那我們就吃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沿著我們的生龍道路線 繼續開車往高山的方向前進 走吧 吃飽後馬上繼續我們的公路之旅 沿路欣賞日式傳統建築 還有染上秋天色彩的山群樹林 昨天山邊練習了一整天的幼駕 今天很順利的就抵達目的地啦 公穿招式 其中的招式 Asai-chi 就是早式的意思 是日本三大早式之一 也是高山市其中主要的觀光景點 比起日本傳統早式 除了販售當地新鮮蔬果及特產外 還有許多精緻的手工小物 隨處都可見的紅色小人偶 它可是圓寶寶 是日本本周中部的吉祥物 這裡的攤販也都會熱情的向你介紹 即使日文不通 他們也會做手卡向你簡單問的啊 你生好了 這兩顆跟青蛙 有些什麼 我可以吃 看過了 摊到這裡 快點 快點 我先把那個 花帶起來 而且他說這個就是會隨著 每年顏色會越來越深 然後我們剛在攤位上 他就給我們看五年後十年後的木頭顏色 就變成超級深超高級超好看的 回去可以慢慢養這個木頭 逛淚的我們到一旁的小攤位 來看看有什麼美味的在地小吃 台灣 你好 你好 好吃 超棒 真的好吃 熱情的店員向我們推薦招牌烤魚 和飛駝牛串 這邊是一大堆的 是 這裡是一大堆的 日本料理店 這個串燒可以搭配乾酒 你要搭嗎 有夾子 有夾子 好 明白 你要熱的還是冷的 有暖的嗎 暖的 請多多多 炭烤的魚串飄出來的陣陣香氣 酥脆的外表 讓人看著看著 就好想咬上一口 它吃起來就是很脆很有嚼勁這樣子 熱熱的乾酒 配上飛駝牛串 真的是很幸福啊 蠻辣很好吃耶 烤的超美味的 這烤的超美味的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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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涩 抓 終於好了 但是每次大大家的 希望能把螳llow 拿走 給你我猜一 thick 炒泥 正的話 安安安安安安 為什麼還要把沒有擬 吃起來 整個都抓了 好處理 你不能覺得很酷 不然 對 因為你們這一次 agner 不是它很舒服喔 也掛著許多獎項與認證 正午時刻 就可以看見許多等著用餐的人潮 這邊牛排都得低烤 不過不算會滿烤的 真的不太會 吃什麼飯 我們很浪費啦 亂烤 我覺得你一定可以的 因為我喜歡吃非粒 所以我就決定要選這個 再加一個一般的黑駝牛來比較 看看他們口感會差在哪裡 除了燒肉以外 我們還想要吃壽喜燒 所以呢 再來一個壽喜燒 看著新鮮的飛駝牛 均勻分佈的油花 希望待會烤的時候 不要失敗浪費了 好大喔 完了這快牛迴了 對不起這可以不要點進去嗎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這次會好好烤 大家不要罵我 第一次試烤的時候 火喉沒有掌握得很下檔 第二次我們就小心翼翼的調整火喉 仔細的翻面 剛烤下的瞬間 飛駝牛的香氣 撲鼻而來 還可以看見 快要溢出來的滿滿肉汁 好好吃喔 你看看這個吧 烤得比較燙 他剛送來的時候 覺得跟菜單上的照片 是真的有一點落差 因為照片太漂亮 可是烤起來 我覺得味道是真的很好的 其貌不一樣 但烤起來非常不錯 因為剛那個的話 它是店內最高等級的牛肉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一般的飛駝牛 你看看 上個吃起來 看口感會差多少 這個好像是一倍 不用 對 上一份是一千五日立吧 烤起來看起來還不錯耶 對啊 烤起來很香 我覺得因為肉香味差滿多的 因為兩個吃起來都是滿油 滿順口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吃到更香的那種肉 牛肉的香氣的話 我覺得好像還是要點飛駝牛排耶 接著下一道 我們來品嘗日本道地的 飛駝牛壽喜燒 第一步呢 就是要用這個雞肉花 蓋上這個鍋底 烤牛肉跟蟲 一起烤的時候再加這樣子 然後這個都是湯底 然後肉先放在旁邊 然後再放一些蔬菜 就是一個好好吃的瘦底 然後鍋底 有肉的味道 有菜的味道 有蔥的味道 這樣子 然後再開始蒜牛肉片 那聽起來有點像石頭火鍋的做法 現在是炒過裡面 對啊 有點像 好 日本本地壽喜燒與台灣壽喜燒 做法上有些許不同 Menu上都有調理步驟 照著做就可以完成出美味的壽喜燒啦 包裹上金黃色澤蛋液的飛駝牛 讓人實在無法抗拒這樣的美味誘惑 一口咬下去真的是超幸福的 吸收了蔬菜的鮮甜 以及飛駝牛精華的湯底 倒入Q彈的烏龍麵 來讓整道料理做個完美Ending 記得下次來高山市 一定要來品嘗看看 如果還意有味噌飛駝牛的美味 店內一旁也有販售著生鮮的飛駝牛 種類與部位也相當齊全 讓想品嘗的talker們可以好好的選擇 品嘗完美味的飛駝牛 接著我們來去附近高山老街走走 櫻露眼簾的是兩旁木造老屋的建築 讓老街有著古色古香的氛圍 老街內也有許多工藝品店 還有各種匠食的青蛙木雕 在日本中部 青蛙可是象徵帶來好運的跡象物 來到這裡 記得買隻青蛙 把好運帶回家吧 好 謝謝 謝謝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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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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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靶按寶審 結合壽司的做法 淋上醬油與芥末 接著又先備盛裝起來 精致的飛駝牛壽司就完成啦 一口吃下去真的很滿足 老街內還有經典小吃 烤團子 Dango 一口一口糰子搭配老街的景色 讓身心靈沉浸在這片懷舊的氛圍中 这一次的升龙道公路旅行 是最旅速第一次挑战日本租车自驾 摆脱了一望查班次等搭车的限制 整趟旅程显得更加自在惬意 现在是付ETC的钱吗 这是我们在看购物 应该下座 走吧 升龙道还有许多条路线 我们来不及体验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路线 或是关于日本租车自驾的问题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也记得按下订阅 就不会错过最旅速 最新的旅游情报与分享啦